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吾二日 地吾三祖写信告诉李延 他证明了就是李延跟雍凯之间认识 况且雍凯跟李延之间的关系应该超过诸葛亮 这也就是说诸葛亮难争钱去说服所谓的高定 所谓的雍凯还有南中叛乱的孟霍等人 他们为什么写信给李延而不写信给诸葛亮 这个就是说这是一种政治实力的显现 你好比说美国他要拆除台湾的核武的整个过程当中 丁大卫为什么见李登辉跟郝不存 他不去见当时的行政院长余国华 他也不见当时的党的秘书长叫李焕 他也不见国安会秘书长蒋伟国 他为什么直接找李登辉跟郝不存 因为丁大卫跟他们的关系都很好 所以雍凯也好高定也好 他们这些人跟李延是认识的 那诸葛亮也知道他们的关系 所以他就请李延回信 既然李延接到信 他一定要报到中央去 报到中央的原因那是什么 移民让中央认为 那我跟南中叛乱勾结 那李延一定报到诸葛亮那边去 诸葛亮看了以后 他就告诉李延这个事情 你要如何处理 你要如何处理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 就是说身为一个政治人物 你所谓的武装叛乱团体 你写信给李延 那是什么意思 我经常讲 政治人物的思维 是跟一般正常人 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要看政治风险 政治风暴 还有政治避险 这个三个角度 他们永远想到的都是这样 你如果发生一件事件 这个事件对我影响多大 就是一般人说 既然发生的话 那你就去处理它 面对它 解决它 但是政治人物不是这样 他会想到这个幕后 有没有阴谋论 所谓的阴谋论 就是好比说绯闻案 我们看政治人物的处理 真的很有意思 他就讲 这个消息是谁给他的 是不是那我周边的人给他的 然后他为什么这个时候爆出来 等等那些 所以各位去看 政治人物的思考 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们看政治人物 处理绯闻案 会处理到荒腔轴板的地步 你就知道 他的脑袋 真的跟我们想的是不一样的 但是一般的正常人 像李延这样子 他为什么 就是我讲到第二点 他为什么敢回 高定 雍凯 他们这些人的话 显然 李延认为 军权在他手中 我又跟这些人熟识 如果我去信 不用发兵 你们就跟我合作 好 像阿斗称臣的话 岂非大功一戒 岂非大功一戒 那对诸葛亮 他来讲 李延手下的三个兵 各位有没有发现 诸葛亮平定南中之乱 都是用他自己的新兵 就是新军 他没有用到李延的部队 这不很奇怪吗 非常奇怪 就是说诸葛亮自己去平定南中 他的部队都是一手训练出来的 按照道理 平定南中是谁的责任 当然是前线指挥官的责任 就是中都户的责任 刘备的一文一武 当然是属于中都户应该处理的问题 为什么诸葛亮要把他接手接过来 他为什么不用李延的部队去平乱 他非要自己训练出来 这些都是在蜀汉历史上 是极为罕见的特例 那这种极为罕见的特例 他说明了一件事情 就是说诸葛亮自始至终认为 他自己是三军最高统帅 如果我率领李延的兵去平乱的话 那李延怎么看我 李延会把军权交出来吗 所以诸葛亮闭关席谷两年以后 他平定南中 他就告诉了李延 现在南中已经平定了 我有我自己的实力 你的兵已经没有办法威胁我 这个是诸葛亮的一个做法 就是我们讲的 就是历史上很有名的叫做威武自强 各位去看 承受给诸葛亮的评语 叫做威武自强 那他为什么叫那个平诸葛亮威武自强 就是明明蜀汉的兵 在李延的手上 我身为丞相当然可以调兵 但是我为什么我要自己训练部队 不是一军两制了吗 就是我们讲的叫做一军两制 部队是属于政府跟国家的吗 不是属于你诸葛亮个人 也不是属于你李延个人 你要迅速评断的话 你为什么不找李延的兵 把李延的兵纳入到自己的手下 然后去平定 你非要自己训练新军 这个是非常非常奇怪的 就现在的所谓的行政伦理来看 军中伦理来看 就统帅伦理你来看的话 诸葛亮为什么要自己训练部队 闭关锡谷两年以后去平定南中 况且那个时候诸葛亮 已经跟东吴之间达成协议了 你根本可以把李延的兵给抽调到成都来 或者你命令李延南征 但是诸葛亮舍这些都不为 为什么 如果诸葛亮真的让李延去平定南中 南中平定以后 各位想想看功劳记在谁的头上 大家不会想到诸葛亮 大家只会想到李延 所以诸葛亮在这个时候 对李延是非常非常的提防 所以我们这一期就好好的讲 诸葛亮北伐人士的安排 诸葛亮平定南中以后 他对北伐的人士安排 各位可以看看 跟李延完全不一 诸葛亮对魏延 跟李延完全不一样 魏延的兵 他直接把他纳入到诸葛丞相的麾下 然后命令汉宗太守魏延 担任丞相司马 就是类似于诸葛亮的参博长 那换句话说 诸葛亮对魏延可以做到这种地步 那他为什么对李延不做这种表示 那从这一些我们就看 这个蜀汉的历史 真的是太有趣了 太有趣了 因为一般的历史学者 对于军事体制的某一些运作 他或许不太熟悉 他就视为理所当然 我们经常看 中国历史上 你不要说中国历史 现代史上 你剥夺他的兵权以后 你为什么还要把他斗争致死 我们过去看看 毛泽东跟林彪 毛泽东跟彭德怀 毛泽东跟树玉 蒋介石跟陈臣 就是说你剥夺了他的兵权以后 为什么还要把他斗到死 大家去想想这个问题 农业农业时代 真正能够所谓造反的 或者农业时代真正敢搞叛乱的 手上一定会有兵 那他手上会有兵 他自然他讲话大声 但是现代社会跟农业时代是不一样 我们去看看韩国几个例子 韩国从普正熙也好 从全斗焕 他这个一路下来 各位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实 就是说普正熙也好 全斗焕也好 他们是要透过一个政变的形式 才能够上台 古代不用透过政变的形式 直接发兵 各位去看 安禄山 就是直接发兵 公洛阳跟长安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 因为在农业时代 你要搞军事政变 你手上必须你要有一支兵 但是那你这支兵 能不能够顺利的进入到 首都的所在地 大家都打一个问号 然而现在的军事政变呢 因为它军事组织体制的完备 还有更重要是通讯设施的重要 那这一种通讯设施的重要 它的关键是在哪边 我随时可以调集兵力 但是古代因为通讯设施并不发达 所以你想随时调动这支兵力 是非常非常的困难的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来看 孟达 孟达事件的处理 孟达事件我们曾经讲过 孟达是东周人士 他是魏文帝的宠臣 孟达 那朱格亮要北伐前 为什么非要处理孟达的问题 各位去看看 孟达奉命镇守的东山郡 是跟李延的地界交接 那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李延的内部的将领 会跑到东山郡去投降 换句话说 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得出来 我们看得出来 这个李延跟孟达之间有所联络 所以诸葛亮也托李延去跟孟达讲 要不要我们来合作 那当曹丕死人以后 魏明帝继位 孟达心不知安 这也不是说 是诸葛亮有意勾引孟达叛变 而是孟达主动的表示的意愿 他通过了李延来表达 他希望投奔蜀国的意愿 如果你是诸葛亮的话 曹魏的前线指挥官 要投奔于你 又跟你曹中 尤其是永安都督 李延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的好 孟达算是东周派李延 第二号人物 第一号是法圣 第二号是孟达 然后第三号是李延 只不过因为东征的时候 只不过因为关于荆州之败 导致了孟达集体投降了曹丕 那现在孟达提出他要回归蜀汉的时候 诸葛亮怎么处理 怎么处理 如果一旦真的让孟达回到了蜀汉 东山郡又回到了谁的手上 蜀汉的手上 诸葛亮怎么处理 其实诸葛亮那个时候 对于东山郡的一些看法 两个字叫积乐 为什么他叫积乐 原因非常非常的简单 实之无畏 弃之可惜 但是无论如何 这个东山郡 诸葛亮不要 诸葛亮为什么不要 因为如果诸葛亮有汉宗 如果诸葛亮还有荆州的话 诸葛亮会要东山郡 可是荆州一失 汉宗本身就是一个屏障 那你东山郡的地位 地缘政治的地位 就完完全全下降 所以当孟达主动向诸葛亮示好 透过李延向诸葛亮示好的时候 诸葛亮就是恶旗反复 所谓恶旗反复呢 就是说 孟达这个人是反复无常 真让他回来的话 他结合李延的话 诸葛亮怎么处理 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所以诸葛亮在北伐的时候 一定要解决孟达的问题 因为毕竟他在蜀汉东边 孟达算是一个地方性的军阀 这种地方性的军阀 就是我刚刚讲过的 他有武力的 一旦跟李延结合的话 那事情反而处理起来 更加棘手 所以诸葛亮宁可假手于司马懿 把孟达除掉 他也不会接受孟达回来 因为东山郡的地缘政治的地位 已经下降 在这种情况之下 孟达问题要不要优先处理 当然要优先处理 省得他跟李延结合以后 反而会造成蜀汉东部边境的 骚扰不安 这是诸葛亮必须要处理孟达的问题 那第二个就是说 李延要宜屯江州 诸葛亮在北伐的时候 各位有没有发现 李延虽然身为辅政大臣 可是他从来不在成都任职 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 你说司马懿受召辅政 可是他好好的是在洛阳辅政的 我们再来看看 孙俊 孙林 诸葛克他们奉命辅政的时候 他们是在建业辅政的 就是说辅政大臣是不会离开首都的 唯独李延自始至终不在成都任职 这个时候 诸葛亮为什么要把他移屯到江州 原因非常简单 我怕我东边的门户会有问题 所以孟达事件处理完 诸葛亮他就马上下手命令李延移屯江州 然后把永安交给谁 把永安交给了与赵云齐名的陈道 那陈道是什么人 是刘备卫队的队长 那陈道是什么地方的人 他是尹川人 那换句话说陈道是诸葛亮时代 你少数还留在刘备身边原从集团的人 那这些人是包含了刘延 这些人也包含了陈道 也包含了赵云 还有园林等人 这些原从集团的人 那这些原从集团的人 他守永安 他主要是以备东吴跟东山郡而已 所以当李延防守东边的重任任务 告一段落以后 诸葛亮一定会打李延的主意 那打李延的主意最好的方式 把他逾居到二线 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民生暗将 所谓民生暗将 就是把你从实权的地位先升到一个毫无实权的机构 再从这个机构里面再把你提出去 叫做民生暗将 那他移居到江州 江州就是现在的重庆 当他到了重庆以后 诸葛亮 巩固了东边 这个时候 李延 他下一步 他会怎么走 诸葛亮 他还在算计之中 总而言之 诸葛亮认为 在他成像任内 一定要把李延 给结束 为什么 我刚刚讲 老的太老 小的太小 这个时候 诸葛亮 他培植的人选是谁 是蒋婉 是马树 那蒋婉跟马树 至少跟李延 差了两个阶层 所以诸葛亮在世之日 他一定要处理李延的问题 那否则 蒋婉 马树 费一 还有董云 他们如果接不了班的话 难不成 这个蜀汉的江山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地位 就要交给李延吗 这是诸葛亮不肯做的事情 倒也不是说 诸葛亮这个人 对于李延不放心 而是说 这个集团 对于李延的一些政治压力 或者李延对于诸葛亮之间的压力 是逼得诸葛亮 非要处理这个问题 毕竟在政坛上 政治是一种排他性 所谓排他性呢 权力在我手上 我可以指定接班人 但是我 我绝对不可能去培植一个 实力跟我相当的人 对不对 就是说 因为政治的排他性 你导致了李延 跟诸葛亮之间 那个时候 应该还能和善相处 但是杀了孟达以后 诸葛亮借司马懿之手 杀了孟达以后 我想李延 跟诸葛亮之间的矛盾 已经显现出来了 就是四个字叫 吐死胡碑 胡死守秋 原因是说 他曾经配合诸葛亮 去诱降孟达 结果他没有想到 诸葛亮如此的心狠手辣 这个是李延对诸葛亮 又有了重新的认识 李延写信给孟达的时候 对不对 他说 我与诸葛亮奉召府政 所谓奉召府政 私得良败 那换句话说 他告诉孟达 你放心好了 我跟诸葛亮讲好了 我跟诸葛亮 两个人关系很好 只要那你回来 什么事情都会没有 可是他没想到 诸葛亮用了这一手以后 那你说 一位诱和的大臣 看到自己东周人士 二号人物或者三号人物 孟达 死于司马懿之手 你说李延能够无动于衷吗 所以 好 李延 移屯江州 诸葛亮是用 民生暗将 还有陈道都永安 监督李延 签字李延 各位知道 陈道兼任 永安都都时间 长达二十年 那这二十年 十二年以内 是跟诸葛亮的任期是衔接的 就是诸葛亮死了以后 陈道他还是永安都都 那诸葛亮他为什么 他要用陈道来监视李延 各位要知道 陈道是原从集团的 他的资历 他的精力 都比李延高 那换句话说 我们经常讲 好 国委用老陈 那诸葛亮就采取了这种做法 我派陈道去 做你的部下 各位要知道 一个资历比你深 一个阅历比你高 况且我又统领了白二上兵的 所谓卫队长 我派到永安去 我又跟在刘备身边比你还要久 那这种老陈放到永安的话 他对李延会形成一种震慑作用 毕竟白二上兵是他一手训练出来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说 诸葛亮的北伐的人事安排 一方面他要北伐 但是在北伐之前 他还是要解决所谓的李延问题 这也就是促成李延 他宜屯江州以后 为什么跟诸葛亮之间的政治关系 越来越紧张的原因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